爆红的猫村还有煤矿博物园区 让喉洞的观光客不断的涌入 而之前喉洞里长和当地民众就认为 喉洞路的路况太差了会影响观光 真的需要进行重铺 并且在一个多月前就进行过会刊了 现在路面改善重铺都已经完成了 当地乡亲就说真的是很有效率 也认为对观光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自从猫村爆红以来 喉洞路每天都有不少外地车辆经过前往当地观光 道路多年未曾重铺有多处不平整 雨天也容易积水 当地里长和民众就希望能尽快进行重铺改善 接获民众陈勤后 实验炎世雄在日前就邀请市府及养工处各权责单位 来到喉洞路进行会刊 并在七月中旬路面改善重铺工作已经陆续完成 可以看到原本多处不平整路面 现在平坦又好走 也让民众大赞效率好 这路是怎么办呢 现在铺下去了 现在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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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铺在铺 铺在铺在铺 铺在铺 铺在铺 整个都不平 乘车也不方便 水噴到整间 现在感觉很好 舒适 我们大家都很欢迎 感谢官政府 感谢里长 感谢你们大家 现在铺在铺在铺上是很漂亮 大家都骂铺 这也是要感谢我们议员的帮忙 和政府的配合这条路也很漂亮 道路不平整除了影响行车安全 对于当地观光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因此这条长约五百公尺的喉洞路进行完 从不改善也让行车安全有保障 借权为 瑞芳采访报导